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一起念三唱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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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一起来唱诵 那个巴黎文的三皈依 就跟着我一起唱 打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aranam Gacchami BotangSaranam Gacchami TamamSaranam Gacchami TamamSaranam Gacchami BotangSaranam Gacchami TamamSaranam Gacchami TamamSaranam Gacchami TamamSaranam Gacchami 大家好,我們這是三十七道品的第二堂課 我們用的那個經典是巴黎藏,翻成中文的 有莊春江老師他翻譯的 在網路上面可以看得到 我們用的那個經文是中部117經 它叫做念柱大經 Maha Satipatana Sutta 那個對應的經典在我們阿涵經 是在中阿涵第98經 叫做念柱經 上次我們已經談過了三十七道品的架構 也開始講了個聖念柱 那這個聖念柱請大家注意 它是整個三十七道品的核心 意思就是說我們在佛教 我們在講那個四聖地的時候 我們說世間是苦 很多人都認為這個世間是在講這個外面這個世間 實際上它第一個要處理的 要認知的 要觀察的 要體會的 要能透徹的了解的 是這個五蕴事間 這個身心事間 也就是五蕴就是色受想行事 這樣子的一個世界 要徹底的了解它 那從那個聖念柱呢 它開始就叫我們要注意 呼吸再來注意我們的 日常生活的所有的行為 那乃至於 注意我們這個身體的那個 部位 從頭頂到腳底 裡面所有的器官 不管是頭髮皮膚 乃至於內臟的所有的這個部位 加上那個我們的唾液啊 那種種不靜也都是在這裡面 我們都要能觀察 那這個觀察呢 在接下來還有觀不靜 觀什麼不靜 屍體的腐爛 那這裡面就 我上次有提到九想觀 那當然那個是屬於我們出家人 所用功的 那再加御事呢 可以在這個 不靜方面把它變成是 所謂觀死 那上次也都提到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繼續講 那所以請大家注意 三十七道品的基礎 它的核心就是這個身念柱 從身念柱 才能斷除我們的身見 我們的サカヤディティ 不管是我們的行為的惡能斷 還有我們的行為的善能開展 甚至於我們的思想的惡能斷 思想的善能增長 還有我們的那個思想的惡能斷 最後呢 在我們潛意識的那個自我感 這個整個那個我 我直我見 那可以透過身念柱 來把它斷除 那斷除這個就是去向於清淨 就是讓清淨心產生 那我們所說的解脫 就是到最後有辦法 徹底的把貪、塵、痴、斷除 好 那 上次也有一個補充資料 是講五概 然後就是貪欲、稱慧、昏塵、調毀或調局 還有疑惑 這五概呢 當你在修這個身念柱的時候 不管你是關你的身體的部位 或者關你的那個四大 或者關你的這個呼吸 或者關死 你的身心會漸漸的集中起來 心就會安住在這個身體 不會離開這個身體 而且呢 因為它安住在這個身體 它也體會到 無常、苦、無我、不盡的這個真理 這個正之間呢 它的貪欲就不會產生 它就會慢慢的減少 那種內心的那種稱恨 或者那種不喜歡、討厭、排斥的那種感覺 都會慢慢的消除 那婚塵更不用說 當你的心安住在你的身的時候 你的身心合一的時候 你的那個婚塵是不可能侵犯你的 那調局呢 就是屬於心 胡思亂想 或者跑來跑去 那更不用說 那最後那個疑惑 因為它對這個方法已經掌握住了 所以它這個疑惑 它也不會疑惑這個方法 也不會在它在用功的時候 它會產生那些奇奇怪怪的那些疑問這樣子 那當五概慢慢慢慢減少的時候 它就鋪了一個路 給什麼升起呢 什麼樣子呢 就是我們的七覺之 它就會升起 那在這個經文呢 然後它接下來 它就開始講說 當五概已經在那個當下不升起的時候 七覺之在產生的時候 那它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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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讓我們的心達到什麼境界 能進入什麼境界 就是禪修的境界 禪定的境界 那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探討的 那我先跟大家提醒 初禪 第二禪 第三禪 乃至於第四禪 這些之屬於 我們佛教叫做 色戒定 我們說 有三界 玉界 色界 無色界 與我們的解脫 我們的修行相應的 是 玉界定 還有色界定 基本上 從佛陀的角度 要正入解脫 不需要去開展 無色界定 所以在所有的經文 他都常常 佛陀會提到 初禪 乃至於四禪 那七覺之在產生 它就會讓你的心 一直慢慢的朝向這個禪定的境界 那現在我們來看那個初禪 它是什麼一種狀態 好 那我們已經知道說 它是五概不升旗 再來是什麼呢 它是 這個 這個禪定 在深念著的這個範圍裡面 它是在講正定 所以它一定是跟什麼相應的 它一定是跟無常苦 無我不盡的概念 相應的 它不是外道的出產 它也不一樣 好 那它的內容是什麼 那請大家看那個經文 上面 再者 比丘們 比丘們 比丘從離遇 離不善法後 進入後住於 有詢 有詩 離而生喜 樂的出產 他以離而生喜 樂 任則 騙 騙流 充滿 騙滿此生 全身沒有任何地方 不被離而生喜 跟樂 騙滿 這個循跟刺是什麼呢 循刺還是思想 它還是有所謂思想的動作 那在經文裡面 它講說 循就好像 蜜蜂在找那個花蕊 當它找到那個花蕊的時候 它安住在這個花蕊上面 才採蜜的時候 那個就是刺 循跟刺 那個巴黎文是 Vidaga 跟Vichan 那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說當我們在 心在安住在這個身體的時候 你在掃瞭它的時候 你在專注它的時候 它在找 它在找那個 它在找那個 就像那個蜜蜂 在找那個花蕊 就是它的所緣 那等到它鎖定那個所緣 它不離開這個所緣 一直安住在說什麼緣的時候呢 那就是刺 可是 循刺這個東西 還是有一點思想 Thinking在裡面 這是在初產的時候還有 這是在初產的時候還有 可是它 它會生起什麼樣的喜跟樂 你知道嗎 那個英文就是 Joy and Rapture 就是全身每個細胞 都感受到那種身體的那種舒服 它沒有所謂的 射身的那種障礙的感受 不適 不適應 它整個是舒服的狀態 就是身體的整個那種 絕獸是很殊勝的 那怎麼樣子的說 騙滿此身呢 那佛陀就有譬喻 他說 比丘們 猶如熟練的找唐師父 或者找唐師父的徒弟 在銅穴中 撒布沐浴粉後 與水充分攪拌 沐浴粉 粉團 隨之濕潤 來到濕潤 內外被滲透濕潤 而無滲透 同樣的 比丘們 那它在講什麼呢 它 這個是 在印度 古老印度 他們在 就是 去澡堂 去洗澡的時候 他們要準備那個 以前沒有肥皂 他們要準備那個 洗澡的東西 那它就是 有粉狀的東西 它就開始要加水 慢慢的 和 和這個粉 這個澡 那個 這個澡粉 和 和到最後呢 全部都濕透了 而且 那個狀態是最 穩定的 透徹了 那樣子 那個狀態 就是初產的狀態 你整個身體 整個色身 沒有一個毛細孔 沒有一個細胞 沒有感受到那種身體的 絕受的快樂 那是初產 所以 他 他就說 比丘們 比丘以 離而生 以離 這是離什麼 你知道嗎 這是 遠離 厭離 離 離慾念 離稱會 離五概 離世間的那種 所謂的 五欲的思考 離感官的 享受的追求 當你在那個 用功那個時候 那個狀態 你可以完全的 達到那樣子 你的思想 跟身體 都沒有再去 與這個 世間的 遇樂 相應的時候 那個定的產生 在這個初步 叫做初產 所以 他是 喜樂 潤澤 片流 充滿 片滿齒生 全身沒有任何地方 不被離而生喜樂 片滿 當他 住於 我在 我現在在讀這個地方 當他 住於這樣 不放逸 熱心 自我努力時 則那些 依著 居家生活的意念 與意向 被捨斷 意思就是說 跟 世間 慾念 慾樂 相應的那些念頭 全部會窒息 他沒有辦法同時 產生 那那個時候 他 內心 助力 安靜下來 成為統一 入定 比丘們 比丘這樣修行 生之念 就是說 生念著 你修到那個 五蓋不生氣 七覺之生起的時候 他足夠的能量的時候 他就很自然的 會進入初產 這樣 那這個就是說 我們接下來 星期六 星期四 我們的禪修 我們就會來運作的 我會帶著你們 就是怎麼樣的 透過這個聖念組 可以去達到那個 至少那個感覺 你要了解 很多人就是說 哎呀 世間的慾樂 很難的捨棄啊 因為就是這樣子 誘惑太多了 為什麼 今天 你 因為 你只懂得 世間的慾樂 你不了解 有一個出世的 禪 禪 禪修的法樂 深厭著的喜樂 出禪的 或者是味道地定的 出禪之前的 那個味道地定的 那樣子的殊勝的 那個感覺的時候 當然 你只能追求什麼 世間的感覺啊 吃喝玩樂嘛 這是最 你就認為是最好的 最舒服的嘛 對不對 可是當你 一帶有這種 乃至於這種 禪修的經驗的時候 那世間的慾樂是什麼 不能比 而且那個百分比是怎麼樣 佛陀是 千分萬分都不及的 好 那 這個是出禪的這個 這個病 那 我們 接下來 從這個出禪 那 接下來這個身心 它怎麼樣 進入出禪的時候 只要你有辦法 繼續維持那個能量 你就是心的力量 能夠平衡的話 它會繼續往前跑 OK 那這會進入什麼 二禪 第二禪 第二禪 它就說 好 再者 比丘們 在上面那裡 比丘以 尋與寺的平息 尋釋已經 沒辦法生氣 它沒有那個力量 它已經沒辦法 因為定的力量很強了 已經不會再產生念頭了 它已經安住在這個身體 這個所緣了 它怎麼樣 它會進入於第二禪 它以定而生喜 樂 潤澤 因為定而產生的喜樂 它會潤澤 片流 充滿 片滿此生 全身沒有任何地方 不被定而生喜樂片滿 那這個 在這個第二禪的時候 它就有了 它不只是身體而已 它連心的感受 新的覺知 都 遍滿 這種喜樂 那那是什麼種境界 那是一種 出世 慘 慘樂的境界 你一旦有這樣子的境界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說 原來 世間的娛樂 都是障礙 都是苦 不能比較的 惡禪又比初禪更加的殊勝 那佛陀整合的批譽這樣子呢 它說 猶如 猶泳泉的深水池 其在東方無盡 淨水口 西方也沒有淨水口 北方也沒有 南方也沒有 那天也沒有降這個水下來 可是這個水池的冷水 它保持的從下面湧出 一直湧出 而那個水池會被冷水潤澤 片流 充滿 片滿 泉水池沒有任何地方 不會被冷水片滿 同樣的比丘們 比丘以定而生喜樂 潤澤 他就是這樣 他是什麼狀態 他 從出禪到進入二禪的時候 身 心 完全在那個喜樂當中 他如同 你內在有一個 有權 那股很清涼的那個感受 他就一直的片滿 一直流 你都沒有那種所謂的那種 身體障礙 任何的那種包袱 任何的那種緊繃 什麼都沒有 你就是 在這個定當中 享受在這個定當中 這個境界 那這個定 我還是要強調 因為這個是深念柱所產生的 初禪二禪 其於第四禪 對不對 它一定是個 與解脫相應的定 它是正定 Sama Sama Samari 它一定是正定 它是跟什麼觀念相應的 無常 苦 無我 不敬 那你們要抓住這個原則 我們 用的工具是這個身體 而且我們用這個心 來觀察這個身體 可是我們要觀察 我們要透徹 我們要去體會的是什麼 就是這個身體的無常相 身體的苦相 無我 不敬相 那二禪 第二禪之後 再來就是第三禪 第三禪 我都怎麼說 它怎麼行 它說 比丘們 比丘以喜的退去 連喜喔 它會退去 進入後 住於第三禪 那這個第三禪裡面 它是平靜聚念 住於樂的 就是說它已經 它進入這個第三禪 它已離喜之樂 離喜之樂 潤澤 片流 充滿 片滿此身 全身沒有任何地方 不被離喜之樂 片滿 就是說 當這個能量 定的這個力量 它已經把它產生到整個身心都充滿了 在第二禪的時候 第三禪 它這個東西 它就自然的 就 平息下來 它平息下來 它就是很舒服的 就是在那樣子的境界 它不是一直在那裡這樣子 因為它剛開始是撐的 就是說它 好像有一個力量 這樣整個 全部的細胞 全部給你 這樣子 催泣一樣 整個這樣片滿 再來惡禪的時候 不只是身體 心也有這種感受 再來身心 這個喜樂 它自然就平息了 平息的時候 那是什麼狀態 是一種 比二禪 第二禪更舒服的狀態 那 這個 佛陀整個解釋 它說 猶如在青蓮池 紅蓮池 白蓮池中 一些青蓮 紅蓮 白蓮 生在水中 長在水中 衣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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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其頂點到根 被冷水 潤澤 片流 充滿 片滿 全青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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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蓮 白蓮 沒有任何地方 不會被冷水 片滿 那當然 這個譬喻是佛陀 因為它是 這是印度嘛 它去用這樣子的譬喻 來告訴我們說 這是什麼樣子 什麼樣的一個境界 那比丘以離喜之樂 潤澤 片流 充滿 片滿此身 全身沒有任何地方 不被離喜之樂 片滿 那 最後呢 第三禪 進入了之後 那接下來 它 已經平息了 那這裡就有一個 俏訣 在我們禪修的時候 我們要運用的 我們在第三禪的時候 你就會 進入一種 很 它已經沒有之前的那個 身跟心的那種喜樂的 那種 飽滿的感覺 對不對 它就平息下來了 那個時候 你就要運用 運量什麼 平常心 你就是要觀察它而已 你不能產生說 欸 身的喜跑到哪裡去 欸 我心剛剛那個喜跑到哪裡去 你一起這個疑惑的時候 它就往後退了 不行 你就要維持住 而且你就繼續的 在你的所緣 就是你的身體 把心繼續的安住在這個身體 乃至於那個時候是 你的呼吸也可以 那那個時候它就會進入第四禪 第四禪是說 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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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以樂的舍斷 敬住 厚住於 不苦不樂 由平靜而正念 判斷 紀裏 噫音 偷 併 禁 tap 另外 就是 这个心是什么?就是清净心 清净心 片满你的全身 那就是第四谈 那个批语是说 犹如男子 会以白衣包含头裸上后而坐 就是用白衣的这种衣布 把整个这个盖起来 全身没有任何地方 不会被白衣骗满 同样的 这就是属于第四谈的那个境界 当他住于这样 不放逸 热心自我努力时 则那些依着家居生活的意念与意向被舍断 以那些的舍断而内心安住 安静下来 成为统一 入定 比丘们 比丘这样修习生之念 你要了解 我现在只在讲 这个三十七道评的深念柱而已 深念柱是开头 深念柱也是结尾 它是基础 它是深念柱的修学 它再加上其他的所有的那个道品 另外三十六个道品的辅助 对不对 它就能在一步一步都带我们向什么 解脱灭盘的境界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佛教在用功上面 不管在家出家 你记住 我讲这个禅修的境界 它还是没有断烦恼 它是当下你在运作的时候 你进入了与镇定相应的时候 就是出产来自于立世产 对不对 那个时候是五概不升起 七觉知 显现的时候 就是你的清静心一直在那里培养 OK 那这个东西是 你纵使没有断烦恼 可是你有办法运作到你在用功那个时候 你万元放下 你集中你的身心 在做这个深念柱的话 它可以达到你的境界 所以很多人会误会 那是不是达到出产或者第四产的话 你就已经烦恼就断了 还没有 没有 它是在用功那个时候 那个品质 那个定的力量 还有那个品质 是与解脱相应的 这个东西要酝酿到什么 你在日常生活 它都会跟你有关系 怎么样说呢 你入产定之后 它不是出了产 出产定之后 就没有事了 出产定之后 它会有产相 你的身体会有感受的 你时时刻刻会有一个东西提醒你 我有正面 我有正面 那那个东西就是你运作在 自常生活 自常生活去保持住你的用功 有这个出产到世产的经验的修行人 他基本上 他五盖 任何五盖在升起的时候 他马上会有警觉心的 因为这个东西是跟他的身心是不相应的东西 因为他已经 已经 进入了 摄取了 出事法的那个内容 所以他就有一个比对 一个是舒服的 一个是清静的 另外一个是什么 不着邋遢的 另外一个是什么 与烦恼相应的 与烦恼相应的 一个是脱离烦恼的 这样子 那这些东西 我鼓励大家 我们在这边以后 我们常常会办那种一天两天的禅修 你们都要来参加 而且我们会 我们已经有经验把它设计的时候 不会那么辛苦 虽然是从早上到下午或晚上的 可是都会有时间 让我们 站站坐坐走走 他 可是就一直在运 一直在训练这个心 那这里有一个补充资料 这个是中阿韩经 九十八经 跟这个中部的一百十九经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有一段 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他这里讲说 父是比丘观生如生 比丘者念光明相 善受善词 善意所念 如前后亦然 如后前亦然 如昼夜亦然 如夜昼亦然 如上下亦然 如下上亦然 如是不颠倒 心无禅 但修光明心 心中不为暗之所复 那这在讲什么呢 你们如果有运作过这个 安板念 你会发觉 注意你的呼吸的时候 你心 它就慢慢那个焦距开始走 那焦距是跑来跑去的 刚开始是这样子的 注意呼吸 又跑掉 注意呼吸 又跑掉 可是他们一次跑掉 又回来的那个 时间越来越快 到最后呢 你完全安住在呼吸 或者在这个时候 常常讲 安住在这个身体 你不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 它会瞬间的 会突然有一个 里面会感觉 一道光 就是光这样子 很亮的光 舒服的光 它会产生 这个就是属于 跟这个 定相应的一个境界 光明相 佛陀跟我们 的睡眠 哪里不一样的 我们的睡眠 是跟昏尘相应的 释迦牟尼佛 祂成佛之后 祂的睡眠 不跟昏尘相应 祂的睡眠 祂在睡眠的时候 祂身体是又邪而握 那 祂的心呢 注于光明相 就是这个 所以 你在用功的时候 如果你 从头到尾 就是一片黑暗 那你睡着了 肯定的 可是你 你在 你在用功的时候 它就会 有时候会暗 会 会亮起来 会暗 会亮起来 你要去了解说 啊 原来 我们的心 专注于我们的 深或 出息的时候 它一定是 什么 什么 与光明相应的 它不与黑暗相应的 那这个东西是 我们北传 那个 中阿韩 有保留的 这个资料 反而是 那个南传 巴黎掌 他在这部件的时候 他没有提到 他如是 比丘 他如是 比丘 观内生如生 乖外生如生 立念在生 有知有见 有明有达 四位 比丘观生如生 那这个 这个在讲什么 论明啊 有明有达 这个都是在讲 就是跟正之前相应 它就是 与无常苦 无我 不敬相应 这样子的观生 内 外 内外 那 这样子同时观察的时候 你会发觉说 那个我在哪里 没有一个我可以执着的 那个是我们的颠倒妄想 所产生的 好 好 好 继续 申念著啊 那接下来经文 他就讲到申念著一些辟语 好 他说 嗯 比丘们 凡任何生志念 亦修习 以多修习者 任何明的一部分 的善法都包含在其中 好 那这个明你可以把它了解为 属于真实的真理 好 真实的理解 就是正之间相应的 这个明 好 那你如果修 申念著 成就了他 任何的 这个 正之间的善法都包含在这个里面 好 那 这个就 要跟大家提醒 我们有时候在修行的时候 都会说 啊这个身体不重要 身体是臭皮脑 不要管他 我告诉你 你不管他 你不理他 你不观察他 你不了解他 你解脱不了的 再怎么的求菩萨 再怎么求佛道 都没有用 因为到最后 连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还是要修 这个心 这个了解这个心的这个作用 所以你今天你对这个身体 你要 你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你是不宠坏身体 可是你要了解你的身体 你要知道你的身体的强或弱 他的哪里不舒服 哪里舒服 不舒服 不要排斥 舒服 不要执着 不要贪求 他一直保持这样子 你就要懂得他的状态 你要把心能安住在这个身体 那这个 在这个佛头有个批语 就是说 当身念 身念处已经休息得很圆满了 那它是什么状态呢 他就是说 犹如 犹如 凡任何以心片满大海者 以心片满整个大海 任何到大海的小川 小河川 都包含在旗内 同样的 比丘们 凡任何生志念 亦休息 以多休息 任何明的一部分之善法 都包含在旗内 意思就是说 当你安住在这个身体 从深念处得到那种深刻的理解 与明相应 与真理相应的时候 你就如同在大海里面 所有的河川 你都能射手 这样子 那这是修炼的成就 那如果没有修习的人呢 那怎么办 那这个佛东也有辟语 他说 凡任何生志念 未休息 未多休息者 对他来说 摩 摩罗 摩罗就是欲戒天的 那个天人 他不希望我们解脱 他通常遇到修行的人 在要跨过一个关卡的时候 他就会来考验 因为他不希望你脱离三界 那所以他在那个 这个摩的这种考验 你可以把它有两种读解 一个是天魔 外在的 或者是什么 内心的 贪嗔痴 对我们的考验 这样子 那我们 我们通常就是把它当作是内心的 这样子来理解 魔获得 就是说 你没有修学这个圣殿柱的话 那你魔就有获得机会 他就有对象可以来影响 那个批语是什么 犹如男子 如果丢种石块 到施泥土堆中 比丘们 你们怎么想 那种石块 是否会获得机会 到施泥土堆中呢 意思是说 那一块种的石头 到了施泥土 它就什么 它就会沉下去 它会黏住在那里 它会和成一起 那没有修学生念柱的话 就很容易 没有办法把持住 很容易就会堕落 很容易就会被魔所诱过 这样子 那这些批语都是佛陀在跟我们提醒说 神念柱多么的重要 神念柱的另外一个批语 他说 同样的 比丘们 凡任何生智念 未休息 就是还没有去修行他 或者多修行他的 对他来说 魔获得机会 那魔也获得对象 如同什么 干枯的财 那个时候 如果有个男子拿了取火的上钻木 就是说已经有火的那个木 他拿来 他心里想我想我将生火 我将显现热 比丘们 你们怎么想 那位男子拿了取火的上钻木钻 那干枯材 是否能生火 能显现热的 是的 大的 可以 意思就是说 当你没有生 就是说修生念柱的时候 你就好像干柴一样 人 那个魔取火 就是 他就代表欲念 或者称恨嘛 他这样一引导 马上就烧起来 那 反过来 如果你有修生念柱 你这个所谓的 那个另外一个批语是说 那如果你是湿的呢 你不是干的 你是湿的 那纵使有火 要让你烧起来 烧得起来吗 烧得起来 这样子 那这些批语呢 应该说 你们自己可以慢慢的 再去读 反正这些资料 我都会可以念 我不想一个一个讲 因为他只有两个重点而已 一个 有修 就 堕落 有修 有修就不堕落 哎呦 讲错了 有修就不堕落 没有修 就会堕落 就是这样子 好 好 那我们 好吧 神念柱的利益 就是好康的 好康的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 有什么好处啊 就是神念柱 那这些呢 这是在讲 神念柱已经成就了 圆满了 就是阿罗汉跟佛 他们都达到的境界 那这些都是我们 如果这样修的话 我们会慢慢的 有那种感受的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给他探讨 他说 从上面开始读 当生志念 以修习 以熟习 熟习哦 以修习 以多修习 作为车辆 作为基础 以实行 成为习惯 善精勤实 十种利益 应该可以被预期 哪十种 那记住 修身念柱 不见得十种 全部都会达到 它有几个是一定会达到的 可是有一些是 它是附带 有附带价 就是说 那个附带的价值 added value 因为它是跟神通有关系的 我等一下会跟你们提出来 前面这四个呢 我们先看它的内容 它说 他成为不乐与乐的征服者 不乐不征服他 他打胜 以生起的不乐 厚而住 意思是说 不乐就是苦啊 苦的感受 乐就是乐的感受 他对苦跟乐 对他来讲 他知道 可是他不受影响 他征服了这个感受的这样子的 世间的这种境界 因为那个是元气所生的 那等一下再讲寿念柱的话 就会更清楚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 他的情绪是怎么样子呢 平静的 他快乐的感受 生起的时候 他清楚不清楚 清楚 可是他会不会执着 不会执着 他不快乐的感受 不舒服的感受 在身体产生的时候 他知不知道 他知道 甚至于人家讲的话 是 不是好听的话 他知不知道 他知道 可是他会不会有反应 没有反应 他如实的看待这个东西 他征服了 他的情绪已经有办法征服了这种感受 第二 他成为恐怖与害怕的征服者 不管你看到蛇 看到什么东西 你有办法 成为恐怖与害怕的征服者 恐怖与害怕 害怕不征服他 他打胜 已生起的恐怖与害怕 而后而主 就是说 我们人哪 每一个人 我们一旦生在这个世间 而且我们没有解脱的这个 本领 境界的时候 的这个 正入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 都有恐惧 还有害怕 不安全感 哎呦 每天怎样呢 你这怎么办 怎么怎么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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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哎呦 怎么那个事情 就变成那个样子呢 如果当初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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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就怎么样子 可是改变不了 而且呢 那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就是在那里 担心 唯恐 什么 天下不乱 不乱 是不正常的 就是一直乱 才能舒服 才能这样子 就一直处在那种恐惧跟那个害怕 可是是谁在给他这样子的力量的 我们自己 所以一个修圣殿柱的人 他成就了这个圣殿柱的话 他可以战胜恐怖与害怕 所以我们心经不是有一句话吗 心无挂碍 无忧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才能得到究竟涅槃 所以这个是跟什么相应的 神念柱相应的 第三 他成为寒暑饥渴 这是属于外在的环境 还有我们内在的那个感受 与银蚊 苍蚊蚊子 风 风吹日晒 蛇的接触 你看 这什么都有提出来 辱骂 这是别人在骂你 讲你的坏话 你的耳朵痒痒的那种感觉 毁谤的语法之忍耐者 他成为这样子的忍耐者 意思就是说 外在的四大的这种变化 气候 对他来讲 他能承受 因为他如实的了解 他安住在身嘛 他不受这个外在所影响 他内在的饥渴 他了解他 他情绪不会受到影响 甚至于别人讲的话 不要说 哎呀 人家怎么想 他也不会去想这种问题 甚至于人家就在他面前讲他了 他只要知道说 这个跟我没有关系的 我不是这样子的 他不会反应的 他已经战胜了这样子 他是一个忍耐 他有办法 成就的这种忍耐 OK 已生其苦的 激烈的 猛烈的 辛辣的 不愉快的 不合一的 乃至于夺命的 身体的感受 之忍住者 这种忍啊 才是真正 那个 六波罗蜜 讲的那种忍入波罗蜜的 忍的那个境界 他是有办法说 包括你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你感受到四大的 慢慢的分离 你可以安住在你的身体 就顺着那样子的过程 离开这个时间 再转得到下的生命 那如果说 进入解脱的话 那就直接的 就不受后悠了嘛 可是 辛辣柱 这种修学 它可以帮助什么 在面对病 病的时候 还有什么 面对死亡的时候 那如果你把辛辣柱 又跟你的念佛 平常的念佛 结合在一起 那不得了 那根本是 八风 什么风 无量风都吹不动 这样 就自自在在的 时间到了 该走就走 没有任何的 那种 拉扯 那个 愤怒 心里的那种 难过 不舍 执着 没有 没有这些 那这些都是属于 跟 情绪嘛 感受 情绪 那外在的 总统有这样的 那再接下来 就是 它成为 构成 真上心 与在当生中 为乐柱处之 四种禅的 随遇获得者 不困难获得者 无困难获得者 意思就是说 因为它是念柱修得很成熟的 对不对 它要进入初禅 乃至于是第四禅 就很容易 因为它完全的掌握的 这个三十七道品的 这个方法 深念住这个法门 把心安住在这个身 直接的观察到这个身的元气 这样子 所以它就比较容易 摄取到这个初禅 乃至于第四禅的这个境界 那在这个时候 都还不是在讲那个神通 这个实际上是蛮 属于日常生活的运用的 如果有一个人 哇 他说 哇 那个人可以做个五六个小时 哇 什么做多少小时 这样子 结果那个人 他 他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人家随便讲一句话 他就很不爽 很不高兴 哼 哼 就这样子的那种情绪 那 请问 他的生念柱修得怎么样 对不起 那个 那个是什么 通常 有一些人他可以坐很久 他是枯燥的坐 他坐在那里 可是他那个禅定 他没有 他不是叫做正定 正定一定要跟什么相应的 你知道吗 我上次已经有解释过了 正知见 正方便 或者正经境 还有正念 这三个要相应的 他要是正定 这样 如果有一个人 他在 他在 安住在他的身体 就是他在用功 他在修禅定的时候 他坐久 跟短 都没有什么 他完全的一直在跟 在观察什么 无常苦 无我不禁 所以他不会跟烦恼相应 他会慢慢的远离烦恼的 渐渐的远离烦恼 这样 所以我们 我们要正确的理解 如果这些事情 都是我们日常生活 会发生的 恐惧啊 害怕啊 寒暑 饥渴 蚊虫 这些都是日常生活 都会去遇到的 可能温哥华遇到的 比较少一点点而已 可是都会遇到的 那我们的反应就是 这可以啊 好讨厌喔 我要快点飞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要去哪里度假 我要去哪里怎么样子 没有办法去 诶 如实的了解他 安住在这个身体的 这个 那个 那个 身面座 那 那就不是休闲了 好 第五 那这个就是开始 就讲神通了 他经验各种神通 有一个后 变成多个 有了多个后 变成一个 他 现在这个身 他可以化成好几个 他以这个身体自在 行进 直到 泛天世界 泛天 是 色界天的 前面的那个 天 是色界那里 那这就是说 意思是说 他有办法 化身 那这个就是神足通 那另外一个名称叫 神通 那记住 在佛陀的地址里面 实际上没有很多的地址 有这个神足通 绝大多数的佛陀的地址 都是会解脱阿罗汉 他们是 智慧解脱 意思是说 他不见得有神通 至少神足通 他不见得会 因为神足通 他自己还要在 酝酿 有那样子的因缘 再去修 修学 那神足通是为了什么 为了要度众生 而产生 可是佛陀不鼓励 说一定要修这个 可是有一些人呢 因为他过去世的因缘 对他来讲 这个就比较容易了 那我们当今这个时代 我们比较少听到神足通 可是下一个就比较多了 他以清静超越人的天耳界 听见天与人 恶者不论是远是近的声音 就是说 他可以听到声音 或者心的念头 在别的地方 所以有时候 善知识 他帮助我们的方式就是什么呢 当他感觉到说 你有这个需求 他就会跟你联络 他就会给你一个引导 这样子 那这个天耳通 他也是属于说 不见得所有的佛弟子们 他们会修学的 那第七个 他以心熟知心后 了知其他众生 知他个人有贪的心 了知为有贪的心 就是说 他知道众生 有没有贪 没有贪 有称 没有称 他知道众生 他面对的人的 那样子 他的那个心态 那个就是属于 他心通 那他心通 这个实际上在圣殿柱 他很奇妙 他心通到一个 就是说佛陀那种境界 他是清清楚楚的 了知到 那个众生的那个 那个心的状态 可是在我们 在修学这个阶段的话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 他有一个原则 你不要有太大的主见 你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 你听他讲话 可能他讲的跟他自己想的东西 都是不一样的东西 可是没关系 你就 听 你去感受 可是 你要 用一个悲心 你是想帮助他的 你不要有一种 一种先入为主的 那个观念的话 那你就放 放 而且你要安住在哪里 身体 哇 你们都是久修学的 真的 你安住在你的身体 你注意着你的身体 那别人在讲的事情 他讲的苦难 快乐种种话 你都不会被影响 你只在听而已 那你就可以帮助到他了 尤其是苦难的东西 很多人他在帮助别人 尤其现在 心理学的 或者说什么咨询师 听了两个病人 没事没事 听了五个 十个之后他就生病了 他说他们把他的垃圾 他就倒到他这边来 他整个人就病了 修身念柱的人 他是帮助别人的时候 他不会被别人的情绪所影响的 他是很客观的 他甚至有一个保护层 他有一个身念柱的这个保护层 在自己这里 那他就是感受到众生的 他是如同一片镜子 一面镜子 他感受到那个人的状态而已 他就会给他那个 适当的引导 这样子 那这个确实 他心中这个东西的话 在修行上面 只要有 有认真在用功的人 他多多少少 会感受到别人的那种状态 那当然 这个条件就是自己本身的 贪嗔痴 要懂得 要慢慢的克服 因为自己的贪嗔痴很重的时候 那个镜子是脏的 人家再怎么照射 你看不到 整个是模糊的 那这里 他就讲到说 你可以知道说什么 众生的 有没有贪念 没有贪念 有没有称恨 没有称恨 有没有愚痴 在那个状态之下 还有他的心 安不安静 他的心的品质 亲不亲近 他跟解脱 他的那个解脱的内容 他有没有这样子的根基 你都可以感受得到 好 接下来八九十啊 就是所有的会解脱阿罗汉 所有的解脱者 诸佛菩萨 就是他们都是共同的 佛陀 你们大家知道 他 当他 舍弃了苦行 修了苦行 结果他发觉 这不是 这不对 他从苦行 回归到 中道的修行的时候 他就选了一棵树 他就坐在这个树下 他说 我不成佛 我不起坐 他就从那里 在那个时候 他坐在第七天 他就正入了 这个佛国 那正入的时候 那个佛经里面有讲 初夜 中夜 跟后夜 是不是叫初中 后呢 初夜是晚上六点到十点 中夜是十点到两点 而两点到六点是后夜 那初中后 这三夜就是 就是总共 他就是讲四三十二个 十二小时嘛 初夜的时候佛陀他怎么样 他就是 他回忆起 这个就是第八这里了 他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 即一生二生 无量的生 在过去世 他回忆起许多前世 住处 有这样的形象 与境遇 意思就是说 佛陀 还有阿罗汉 他们在正入解脱的时候 在初夜的时候 他们看到的是什么 他过去世的所有的因果 一目了然 好像一个电影 自己看到 从心意识看到所有的过去世 而且是怎么样子的 沉沦的 都清清楚的看到自己的喔 那为什么会看到呢 因为他已经趋向于什么 无我了 这些只是一个过去而已 当他看到这个东西 他对因果会有没有任何的疑惑 没有 因为他看到自己 怎么样的沉沦的 怎么样子的 那个提升的 他在生死流转 是怎么样子的 上上下下的 他清楚的看到自己的 那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宿命通 宝盖头 一个人字旁 他再一个摆 宿命 这个宿命通 就是知道 宿就是过去 知道自己过去式的生命 全部一目了然 在修身念著的时候 这个也是我们能感受到的 可能不是看到整片的那个电影 你会看到一个影像 你会看到你自己在禅修的时候 不是睡觉喔 在禅修的时候 你看到一个影像 你知道那是你 可是你不认识那个人 他穿的衣服也不对 不对 不是现在的 可是你就会看到这个东西 而且你会联想到什么 你会联想到 为什么他会痛苦 因为他有一些行为 跟现在你的行为 是重复的 我们现在的 遭受的苦难 我们的种种的 行为模式 我们跟人际关系 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们没有学乖的功课 就是之前 颠颠倒倒在犯的问题 现在重复的这个功课 再重新再复习 结果我们还是没有开窍 那我们就造成苦 如果你开窍了 你了解了 你把它处理了 那这个是 就是一件事情而已 他没有 对我们没有任何的 负面的情趣 只要有苦相的产生 苦的感受 心的内在那种 挣扎的那种东西 都是我们没有 跨过的 没有考过的 是 没有过关的 那今世没有过关 前世没有过关 今世还继续演 那请问今世没有过关 是还是 对 很一定要的 来世继续 继续 这个考不停的 是谁在考我们 自己 业力所感的 这个不能怪什么 诸佛菩萨 你把我靠 把我靠 靠得很累 没有 考题是谁给的 你猜 自己 考得不好 是谁考的 自己 考得不好 要重考 是自己 是谁 也是自己 都是自己 都是这个自我的执着 爱欲 种种的 我执我见 所产生的问题 所以 他第一 他回忆到 他过去是个 种种的这样子 就好像说 我们如果能清楚的看到 知道 知道 我到底是 什么事情造成我 这样子 有这样子的盲点的 那就比较容易 打开那个结 那 猜猜看 你要修圣了 修什么就可以知道 神念著 你修圣念著 你就可以去摄取到这个资料 因为这个资料 是在哪里的资料库 你猜猜看 八四天宗 你自己的 你不能去从别人那里 你说 你有没有帮我水打一下 没有 是自己 OK 那第九 他已清静 超越人的天眼 看见当众生死时 往生时 再下列圣妙 就是 恶道 善道 善道 美丑 信不信中 了知众生 一夜流转 他 这个就是什么 叫做天眼通 他不止 有宿命通 可以看到他自己 他也可以看到 一切众生的过去世 那八跟九 是 都是针对这个因果 你知道吗 就是你来看清楚 所有的 自己的 乃至一切众生的 这个 生死流转 那第十的是什么 他已诸烦恼的灭尽 贪嗔痴慢疑 种种无量的烦恼 甚至于大象目的贪嗔痴 鱼痴 以正治 自作正后 在当生中 进入后注于 无烦恼的心解脱 会解脱 这个叫什么 漏尽头 这三个 是释迦牟尼佛 在经典他说 初业 中业 后业 他所证入的 这个体会 那我们 在修 神念初的时候 他会渐渐的 你会去摄取到这个东西 你会感觉到 原来是这样子的 你会突然有那种感觉 就是说 尤其你对你自己的烦恼 很多时候都会说 师父 请问你告诉我 我的烦恼是什么 我怎么知道 当然 我们不是说 我怎么知道 就是说 那你认为是什么呢 你认为你的问题在哪里呢 对不对 那我们修神念初的时候 就一直在摄取这些资料 我们对我们自己 我们会自己 慢慢帮自己把脉 帮自己 帮自己诊断 了解我的烦恼在哪里 一般人都自己觉得 不会自己 我没有很贪啊 我就是一般的贪 一点点贪而已 没有很贪 我生气也不是很生气 我就一点点气而已 气一下子就没有了 你认为没有了 可是别人都知道 你整个气氛氛围是什么样子的 那当我们愚痴 我们把无常的当作常的来看待 把生命无常的当作是常的看待 我们把关系 人际关系当作是不可变的 这样子来看待 我们认为不好的关系 就一定会永远不好 没有办法改变 或者我们认为好的关系 永远会维持的 这个都是常见 就是颠倒想 所以不管是针对无常的错误理解 那个酷的错误理解 或者是无我的错误理解 或者是那个不敬的错误理解 就是把它认为是常乐果尽的话 那你当然会辛苦 那所以他继续讲说 比丘们当生自念 以熟习 以修习 以多修习 作为车辆 作为基础 以实行 成为习惯 善精勤食 十种利益应该可以被预期 这就是世尊所说 那些悦意的比丘 欢喜世尊所说 那我们一起 通常听完经这种叫做 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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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完了 那我是用 一般所听得懂的语言 这样子讲的 那这个我鼓励你们 自己再去读 那不管是 这个巴黎文的那个翻译 或者是 那个我们北川 中阿涵的九十八经 都可以去阅读 应该是蛮清楚的 那接下来 深念住 大帐是这样子 那我做一个复习 我们深念住 就是他的方法 我跟你讲实在这 佛陀的方法真的是 简单 恶药 而且又是什么 有效 有效果 很有效果 他就是也很简单的 他叫你说 你从头顶到脚底 脚底到头顶 这个中间整个身体 清清楚楚的知道他 那方法呢 那我们 在星期六 星期日我们就会交代 星期六是英文 星期日是中文 可是 我说坦白一点 我鼓励你们 两天都能来参加 就来参加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实际上这个环境 我们现在这个 菩提称中心 就是我们的 慧庄金社 你们说庄不庄严 庄严 我们的两位法师是 持戒清净 在这里每天撒净 每天持咒 准备好这个环境 这个跟你在你家里禅修不一样 你随便来这里一坐就马上有感觉了 当然是好的感觉 不是不好的感觉 所以说 虽然说星期六是英文 可是你要了解 这些方法 我讲话的频率会很少 我会解释一下 再来就让大家操作 重点是要在这里一起勇勾 这样子 凝聚这个力量 那那个圣念柱呢 从全身从头 头顶到脚底 观察什么 你可以观察皮肤 你的身体的皮肤 用眼睛闭起来 用你的心眼 心的眼 去看 去感觉 诶 这个是我的皮肤 头顶的皮肤 而且你告诉自己说 我要注意头顶的皮肤 你不是注意脚底的皮肤 你注意脸部的皮肤 不是在注意你的手部的皮肤 你注意左手的皮肤 就是在左手 不是在右手 训练你的心 能安住在你的部位上 不管是皮肤 不管是里面的肉 或者你的骨头 有这样的办法在里面做 反复的这样子扫描 那来自于观什么 四道 观自己内心 这个身体的里面 地 水 火 风 那这个当然我都会解释 但是 单单是那个身体的部位 就够用功了 那 甚至于观死 这个我觉得 观死要 早一点要修 为什么呢 大家都要死 早一点修 早一点把它 搞定这个功课 就不用怕 不要在那里烦恼说 哎呦 我往事里面说 没有人给我注念 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 你现在就好好的 把你自己的功课搞定 有人没人 有人当然很好啊 有人帮忙注念 有人帮忙你 陪伴你 那当然很好 没有人呢 自己有办法 那圣念柱就是 尤其圣念柱 关死的部分啊 它会让你跟死亡啊 移除那种恐惧 而且对死亡的理解就是 就是那么样子而已 没有什么好畏惧的 好 那 圣念柱 讲完了 接下来 我们要讲 受念柱 还有时间 你看 受念柱 这个又回归到 那个念柱大经 就是中部的第十经 它里面讲说 佑比丘们 比丘怎样 助于在寿上 谁观寿呢 比丘们 这里 比丘 当感受乐寿时 他了知 我感受乐寿 当感受苦寿时 他了知 我感受苦寿 当感受不苦不乐寿时 他了知 我感受不苦不乐寿 所以第一 它这个是在讲身体 我们身体 只有三种感受 三种感受 一种 乐寿 第二种 苦寿 第三种 不苦不乐寿 什么是不苦不乐寿 就是 他有这个感受 可是 你没有 你没有什么 特别的苦或乐的感觉 他就是 就是那样子 那包括无忌 都可以算是在这里面 就是完全的 就是模模糊糊的 这样子 那也可以算在这里面 比方说 我们注意呼吸 有时候注意呼吸 注意呼吸 呼吸 呼吸 不见了 也没有舒服 也没有苦 就有点 模模糊糊糊 那也是可以说 是不苦不乐寿 那这三种 那这三种是 我们身体的感受 那可是 除了身体的感受 我们还有什么感受 心 所以 佛经 他就继续讲了 当感受 肉体的乐寿时 他了知 我感受 肉体的乐寿 就是身体 身体的乐寿 当感受 精神的乐寿时 他了知 我感受 精神的乐寿 所以 身体的苦寿 身体的 精神的苦寿 再来 身体的 不苦不乐寿 还有 精神的 不苦不乐寿 这里就有 六组在这里面 所以 你们先 先了解那个 分类 那为什么要分类呢 因为 受念住 他是要我们 当你安住在 身体之后 对不对 你把整个身体 当作一个 结果你就观察 有任何感受 出来的时候 你就 给他贴个标签 啊 身体 热寿 哎 脚痛 身体 苦寿 哎 有一点昏沉 哎 身体 不苦不乐寿 贴标签 那是精神上面呢 脚有点痛 可是不是很痛 而且就是说 啊 哪有这样呢 就是这样子不舒服 那种 那个念头 那个就是 精神上面的 苦寿 哎 麻掉了 不痛了 哇 哇 嘿嘿 哇 精神上面的 热寿 麻掉了 不知道啊 对啊 没有 一麻掉 有一些人说 哇麻掉好 麻掉至少不痛 嘿 继续啊 像 现在 因为这个是受念柱 他佛陀在讲的歌 他是有几种种类 OK 像这样 获助于在自己的受上随观寿 获助于在外部的受上随观寿 获助于受上随观寿 获助于受上随观寿 获助于受上随观的疾法 他怎么产生的 获助于受上随观的什么 消散法 他怎么消失的 因为一个感受他产生 他不是一直在那里啊 他会产生 他也会熄灭消失嘛 你就注意这些东西 那获助于受上随观的疾法与消散 同时哦 起来散掉 你都清楚的看到 了知 或只为了知 与意念的程度 而有受的念被献起 并且注于无依止 OK 他在世间中 不止取任何事物 比丘 比丘们 比丘这样注于 在受上随观寿 那 我是照着这个翻译念 因为这是庄春江老师他的翻译嘛 那当然我们他通常讲 受念注就可以了 而且我不是说受念注 是注 安注的注 受念注 他这里在讲是说 当你的那个感受 不管是乐受生起 那你看到他这个生起又熄灭的时候呢 你心里不要这个当中产生一种执着 那这就是什么 他这就是初始的 当你执着他的话就是什么 世间的 所以这个感受啊 他有分身体 身跟心 当然他有 乐受苦受不苦乐受 还有呢 世间欲出世间 比方说 在你不执着这个身体 你观察这个身体 你有清安的感受产生的时候 那叫什么 出世的 乐受 对 那什么是出世的 苦受 那那个 等一下再讲 OK 好 那所以先把它列出来 这个 因为他是在禅修可以运用的 包括日常生活 如果你们 这个是一个功课你们可以做的 比方说你在洗碗 对不对 那你就注意你在洗碗 我在洗碗 我用两手在洗碗 我不是用一手在洗碗 我在洗碗 那你在洗碗那个时候 你就注意这个洗碗 这个当中有任何的 那个感受 产生 哇好舒服喔 洗碗 有一些人很喜欢洗碗 洗碗的时候 好舒服喔 他就有一个什么 乐受产生 可是这不是 这不是出世的 乐受 这是世间的乐受 那你就说 OK 这个洗完了之后 就没有完美洗了 所以也要 这也是无常的 或者你很讨厌洗碗 你看你洗 真的是又叫我洗了 你为什么要叫我洗 你为什么不是远洗 这样子 在那里洗苦受 那叫世间的苦受 那你要 你先不要说 这个功课 它不是叫你说 不要想 不是 它是叫你看清楚 了知它是什么 贴个标签 贴对标签 贴错标签 很恐怖 就颠倒了 这个是日常生活 而且你那个声音 你用自己的声音 就是说 有一个人 你不喜欢的人 他走过来 新的苦受 当你说 当你说 新的苦受 产生的时候 对不对 你贴标签的时候 我们不希望苦的 那他 心就自然的说 我不要苦 你就不会继续的说 好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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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说 哦 不要执着哦 诶 就这样子 诶 就是你对这种东西 你要有什么 刚开始就先贴标签 而且要贴得精准 好 好 那 这个是属于 这个受 受念著的 受的那种 感受的那种 分类嘛 对不对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另外一部经 跟这个有关系的 因为 在这个念著的大经 对不对 Maha Maha Sadi Padana 他指 受念著的部分 就这样子而已 我刚刚读的这样 我们现在要看 另外一部经 叫做 中部的七十四经 他这个叫 长爪经 长爪经 是为什么叫长爪呢 因为 那个 佛陀跟他讲话的那个外道 他是修 长爪法 他让他的 那个 那个 指甲 一枝长 长到一枝打圈了 这样子 那 佛陀 那个人的名字叫做 阿吉巴山拿 那中文班 阿奇未射那 阿奇未射那 阿吉巴山拿 佛陀跟他讲说 有这三寿 热寿 苦寿 不苦 不热寿 阿奇未射那 每当感受热寿时 那 那时就是那个当下 不感受到苦寿 不感受不苦也不热寿 那时只感受热寿 那 这个听着 这就说什么 这讲什么呢 他在讲 寿 热寿 苦寿 世间寿 初世寿 那个寿的生情 那个东西 它不能同时跟另外一个寿 同时存在 我们 有时候是苦乐交杂 为什么 因为我们搞不清楚状况 我们又苦又热又苦又热 可是至少他有一个苦乐乐苦 他 那个感受 每一个感受 是个别个别的 所以佛陀说 当热寿产生的时候 那个同时 苦寿跟不苦不热寿不存在 当苦寿生起时 热寿不苦不热寿不存在 当不苦不热寿生起时 但是苦寿热寿不存在 那就要看什么呢 你的心的观察力 有多么的维系 你才能看到这个东西啊 不然的话就是一片模糊而已嘛 可是你在禅修 尤其静态的时候 不管是站着 或者是在行禅 或者是坐着 或者是握着 你在注意你的那个心跟身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说 诶 我全部身心很稳定 突然间有一个感觉 诶 哦 我的脚 不舒服 哦 那我的什么 那你就有一个身体的苦寿 再来呢 你心里想说 哦 这个结想要很痛 那你就心有一个苦寿 在这个的每一个瘦的产生的时候 你清清楚的看到这个东西 甚至于这个身体的痛 它消失了 会骑什么时候 热寿 啊 好可爱 好痛了 诶 那那个又是另外一 可是你清清楚的给它贴标签 这样子 好 那 他还是继续讲哦 阿奇维瑟那 勒寿是无常的 有为的 缘所生的 灭尽法 消散法 退去法 灭法 这个要背起来的 无常 无常的 有为的 缘所生的 灭尽法的 消散法 退去法 灭法 当你贴了那个标签 可是你一直在念那个标签 同样那件事情哦 哦 退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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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告诉自己 接下来要什么 它是无常的 它是 有为的 它是缘所生的 你可以抓一个字 一个情绒词 或两个 或整串 都可以 可是你一定要想到无常 一定要想到 生灭法的 这样子 那 同样的 苦受也是无常的 有为的 缘所生的 灭尽法的 好 不苦不乐受 也是无常的 有为的 缘所生的 灭尽法 消散法 退去法 灭法 阿祈为 世纳 当这么看时 以受教导的圣地子 在热受上 焉 焉是什么 焉离 就是 就是 当这个 热受 产生的受 你不执着它 这就是焉离 在苦受上 产生的受 你不排斥它 这也叫做焉离 在不苦不乐受上 也 焉离它 那 厌者 离染 离染乌 今有 离贪而解脱 当解脱时 有 这是解脱之至 他了知 出生已尽 犯行已完成 应该做的已做 不再有这样 轮回的状态了 这在讲什么 涅槃的境界 已经进入解脱了 那 所以 贴那个标签 要越贴越清楚 清楚的标签它 那 可是 也要了知 每一个受 不管热受苦受 不苦不乐受 不管是世间的 不管是出世间的热受 或者苦受 它是什么 无常的 无为的 有为的 无常有为的 缘所生的 你要了解这样子 这个道理 对 所以你不会执着它 你就会 越来越客观 我们 众生的苦恼 啊 来自于什么 我们太主观了 我们都认为说 我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那个人 一切都是 都是我 一切都顺着我 不顺着我 就是 不符合我的要求 那 那我们的那个思考呢 也都是这样子 一切东西都是要照着我的意思 在我的那个主观 受念柱啊 是叫你们要培养什么 客观 你观察你的受 因为它就是那样子而已嘛 那 现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我们常常在修行这一条 这一条路 不管是哪一个宗教 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说 哇那个有修行 那个人也有修行 那很有修行是什么呢 就是 不用吃 不用睡 修苦行 或者是说 它可以 不看 不听 不理会 所以 嘿 就是 怪嘛 它越怪 它就越有修行了 那请问 这是佛陀所说的修行吗 的境界吗 ok 那我 跟你们分享一个经 它跟受念柱有关系 可是这是 这个应该是 对你们会是最重要的一个 那种修炼 受念柱 所要懂得的资料 这是在相应部 就是サミタニガヤ 相应部 三十六点六 这个经叫什么 剑经 就是射剑的剑 应该是说dirt 它是属于 你知道我们那 有学那个标吗 射标的那个剑吗 那个 那个剑 它不是说那种射剑的剑 它是那种标的那种剑 dirt 它说彼球们 为寿教导的一般人 就是凡夫啊 感受乐寿 感受苦寿 感受不苦不乐寿 以寿教导的圣地子 也感受乐寿 感受苦寿 感受不苦不乐寿 在那里彼球们 那凡夫 圣地子跟凡夫 解脱者跟凡夫 解脱者跟凡夫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差别呢 如果依我们一般听到的 不管是我们 近代佛教界 或者是说很多的 那个 那个不一样的宗教 他们都认为 一个人趋向圣人 解脱的话 他是什么感受都没有了 什么都不能感受 就是有一点麻木了 那个就算是大修行 我们佛教是这样子吗 不是啊 因为佛教说 同样的 没有解脱的凡夫跟圣者 他们两个都有同样苦寿 乐寿不苦不乐寿啊 那这告诉我们什么 完蛋了 那我以前我以为是 那给他一个 装的一个样子 越来越怪的 那个才是真正的有修行啊 是吗 佛陀是在表达这个吗 不是啊 他也是有感受啊 好 那他差别在哪里 他就讲 比丘们 当凡夫 被苦受接触时 他怎么样 他悲伤疲累 悲气 垂胸豪哭 不甘愿啊 我不知道广东话怎么说 不甘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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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啊 就像是哭啊 这个是印度人的那种解说 就是说 遇到苦受就是 就很不情愿的排斥 可是他感受的 第一 当他苦生解说 他是身体的苦 身的苦生起 对不对 第一个箭 可是凡夫还怎么样 还射第二个箭 叫做什么 辛苦 辛的苦 苦受 他不只身的苦受 他还有心的苦受 那 佛陀就讲 犹如 他们如果以箭射男子 结果接着以第二支箭射中他 这样 比丘们 那男子 敢受 因两支箭的受 同样的 当未受教导的人 就是凡夫 被苦受接触时 悲伤 疲累 悲弃 垂胸 豪扑 来到泥乱 他敢受 恶受 深的受 与心的受 那 那个 圣者 解脱者 他还是有深的受 他有深的苦受 乐受 不苦苦的受 他不一样的是什么 他客观的观察这个缘起 他了知他是无常的 他不会怎么样 再让心痛苦 甚至于我们凡夫颠倒的是 已经 经历过的事情 已经过去了 还在那里这样折磨自己 而且要怪那个人 人家就那么一句话而已 就那么一个动作而已 那我们就这样子 好高兴 把他当作礼物 包起来 偶尔打开看一看 回想一下 哎哟 好苦好苦喔 那个人对我好不好喔 这个真的 他这样子很虐待我 诶这样子 实际上是谁造成的 是自己 跟那个人已经没有关系了 是我们自己的愚痴 所以 应该这样说 修行人 吃饭的时候 知不知道 好吃不好吃 知道啦 不知道啦 他就味觉有问题啦 他闻得到那个味道 好不好 知道啊 不好吃 他就知道啊 可是呢 他好吃 他不会想说 我希望每天都能吃 他不好吃 他也不会想说 希望这个人不要再煮给我吃了 你们好像有一个内部的内在的笑话 是不是 所以你要了解 这个生活的缘起 身体的缘起 一切的缘起 他可以如实的客观的去观察而已 可是他观察以后 你马上又升起的是什么念头 他是无常的 他是有为的 他是原生原灭的 那你就不会升起苦受 新的苦受跟热受 来至于不可不热受 这样子 好 那最后这一部 他就讲说 有 当被苦受接触时 对他有嫌恶 嫌弃 讨厌 当他对苦受 有嫌恶 则潜伏苦受的嫌恶烦恼 潜在的趋势 苦受生起 你就自然的 贴了标签以外 还讨厌他 我就是讨厌 那你就让你这样子 变成一个惯性的 主观意识的运作 先入为主的运作 当被苦受接触时 他欢喜于欲乐 有什么原因呢 因为比丘们 凡夫 就是未受教导的一般人 不了知 除了欲乐之外 还有对苦受的处理 当他欢喜于欲乐 则潜伏 乐受的贪 烦恼 潜在的趋势 讨厌 喜欢 排斥 执着 执取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 烦恼 我们对日常生活 我们要了解 要 预养 休息 去怎么样子 如实的了解这个东西 请问 煮饭 是不是要煮好吃一点 当然 因为不是你吃了以后 别人要吃啊 你尽量的煮好嘛 对不对 可是你煮好的话 你有没有办法 每一次煮同样的 一模一样的东西呢 没办法 只要会煮饭 都会了解是说 你煮饭的人 要看什么 心情啊 吃饭的人 要看什么 心情啊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就你是如实的支教 那受念住的修学 他就是这样 所以我把它整理出来 注意听 这个部分是属于在阿含经里面 用的那个语词 那这是我们把它白化的 再就是说 身有快乐的感受 热受 痛苦的感受 就是苦受 不苦不乐受的感受 叫做不苦不乐受 这个同样的 那快乐有执着的感受 这是什么 世间热受 无执着的感受 是出世热受 这是世间 有执着的就是世间 无执着的就是出世 这样子 那总共有九个 那这个都是我们在禅修当中的时候 可以拿来贴标签的 就有九个标签 你要懂得 当他升起的时候 把它贴这个标签 好 那受念住 就先讲到这里 还没有讲完了 可是就大致上跟你们 让你们了解一下 我们接下来 下一次来温哥法的话 就讲心念住 还有那个法念住 禅修也会跟着这个东西这样子走 因为他这个都是有禅法 要做的 这样 好 那请问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十五分钟 请问 请说 不苦不乐 为什么会有执着 你有一些人他静坐 对不对 他进入昏尘 对不对 他就蒙掉了 对不对 他觉得好舒服喔 因为他醒来的时候 他觉得他睡了一觉 哇 他就说 下次我要快点进入这个状况 他就马上 他的心 他不是要专注他 他是马上进入那个不苦不乐的那种 昏尘无忌的状态 但是 是 也可以执着的 比较 嗯 应该说 有一个 有一个感受是 在修学当中 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的 他有什么 叫做 出世的乐手 你在用光的时候 甚至于你在念佛的时候 你在念咒的时候 你在念经的时候 你在念经的时候 你突然间 你的心感觉跟那个文字 跟那个咒语 跟那个心 完全相应了 而且身体那个包袱 整个就是放松了 那个是一种出世的乐手 你要紧抓的那个感觉 那个标签要贴的超大的 因为那个不是常常发生的 你一旦发生 你要贴得很明显 因为那个是你的动力 那个就是 让你能培育什么 培养什么 你的欲如欲卒 你想要一直的 进入这样子的状态 你就会有动力用功 你每次要诵经 你是期待的 不是说 啊 哎呦干嘛许个月 哎呀干嘛 又订了什么功课 哇这个做不到怎么办 不是 你会变成时候 你会期待的 你要做这件事情 你要禅修 你要念佛 你要那个诵经 哎 那样子 所以出世的乐手 很重要 它是有很大的鼓励的作用 那当然在佛经里面 出世乐手 出世苦受 他有不一样的经典 都会讲到这些 这样 比方说 很多人说 那出世怎么会有苦受呢 哦 对不对 你会不会想到 来你们可以想到什么 来我考考你们了 因为现在是问答的时候 什么是出世的苦受 就是没有执着了 可是有一种苦受 是什么 你们认为会是什么东西 这样 你先说 为了要找到突破的 就是在往上提升 很接近 很接近 还没有到 差一点点 那既然你有讲 他就很讲 有没有别的想法 很接近哦 就是想要突破的那个想法 可是 可是他还不是 他是出世的 他是心的 心哦 精神上面的 他确实是一个苦受 可是为什么他是苦 那个字通常啊 那个是在禅修比较深的境界的时候 对不对 当你 至少有那个味道地定的感觉 定的感觉 结果你看到无常 你看到身体的无常啦 你感受到那个东西 你觉得这个好殊 好殊胜哦 第一个是身体的 是出世乐受 对不对 可是接下来的是 哎呀可是我还是这么颠倒 我还离涅槃那么远 是一个出世的苦受 是 感觉是 我跟烦恼还那么相近 我跟涅槃还那么远 那样是一种感受 你看 可是他是正面的 他不是负面的 你看 他也是一个动力 可是 要感觉到那里的时候 是已经是 已经进入到 那个定的状态了 这个定就是七绝之产生了 但你已经在那个状态了 你发觉说 哇 如果我能完全的沉浸在这样子的状态 那我真的可以解脱 可是我还能够遥远 那种 出世的苦 讲太多了 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只是在想说 因为我们 我们没有出家 我们还是有工作 然后很多的烦恼 是 所以难道 这样的状态 就是离 旁边 应该是 应该都很远 对 对 我们大家都蛮人的 这个我们都很远 就是说 我们肯定不会七步笑五步 或者是一百步 总共是一百步的话 也不能说是那种 四十步笑二十步那样子 反正我们都还有距离 对 所以 可是我可以跟你们 保证 确认 你真正用生念柱 来作为你的基础功夫啊 那你在用你的 不管是念佛 持咒 诵经的法门的话 你 他是 什么 事半功倍 对 他是很强的 因为这个是三十七道品的基础 他的磐石啊 三十七道品是从生念柱 扎根之后 其他的东西就完成了 就是可以渐渐的 这样子 把它 盖起来 建立起来 这样子 那 这个不是在家跟出家的 说坦白一点 从 连在家居士都能证到出国 也能证 在家也能证物解脱 就是出国 恶国 三国 可是 只有要 四国 阿罗汉国 或成国的话 那你就那个时候 你就那个时候 你说 我已经三国了 我先要出家了 那就没有选择 但一定的 因为他一定要 某一些方面 完全进入那种状态 所以 你们 不要太客气 你们 透过这些方式 我们都鼓励你们 尽量的 出国 恶国 三国 真的 三国 就出家 没有 三国不用出家 要 四国 苹果也不用出家 那你刚才说持咒 有没有什么咒 你可以进入 平常可以吗 什么东西 你刚才说持咒 持咒 我刚才举这个例子 因为我知道 我们在座 有一些人是持咒 有一些人是念佛的 那就看你个人 说坦白一点 在洞中 念佛 念菩萨的名号 还有持咒 很殊胜的 为什么呢 在洞中 你真的要注意呼吸 注意 一些 比较静态的东西 吃力有点比较难 真的 可是 不能说难又不做 可是 我会建议说 比较短的咒语 欧玛尼拜明后 是六个 欧玛尼拜明后 就是六个 还有三个 喉喉喉喉喉喉 啊你就喉喉喉喉喉 可是好像喉喉喉喉 这样也就是 是 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对 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 那个心会很安定 然后 你睡觉 你睡起来 你口口都是阿弥陀佛 你就一直跟着 念念你 那时候 其实都很清净了 真的非常好 是啊 所以你看 就念阿弥陀佛 念观生音菩萨 念地藏王菩萨 念文殊菩萨 弥勒菩萨 反正你 为什么要念佛 为什么要念持咒 就是要让你的心念一直往善的相应 不要离善的念头 可是那时候会比较一直消失掉 对啊 一定啊 因为是什么 就是跟真理相应 跟佛法相应 对啊 OK 好 还有什么问题 跟这个有关系的 我想问一个试试 诶 请说 我就是这个鲁顶 我想你探讨一下这个鲁顶 在鲁顶的时候 久坐的时候 是不是 我现在还没有 我有这种体会 但是不一定是鲁顶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鲁顶 就好像这个身体啊 就什么都没有了 对 那东西 那个腿也没有了 放下没有 轻轻打去 但是那个腿啊 身体都没有 那还不算入定 那不是 老师 放下什么 那不是 那个 身体都没有感受的话 那么在入定之前的 未到地定之前就会感受到 第一个 有两个 所谓佛陀啊 在经典里面 会给直接的提示着 有两件事情会发生 当你心的专注是对的 你用功是对的 方式是对的 第一件事情会出来 光明会出现 一件事情是光明的 如果是暗暗的 感受不到身体 是半昏尘 所以 人家说 入定是不知道 我告诉你 入定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那种感受是什么的 一颗原子弹 你的身体像原子弹一样 全部喜乐充满 那个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错误的 每一次运作 每一次达到同样的结果 而且不是偶尔误打误撞的 它是直接操作心 就完全就进入这种状态的 所以它是明明确确的 所有的经典讲到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都是同样这样子的解释 所以您刚刚讲到 是不是说 入定就是 你说 那个身体不见 那是什么 你知道吗 第一 光明想出来 光明会先出来 它是清楚的喔 它是清楚的喔 而且你清楚你在哪里 你专注的是什么 它有一个所缘 一定要有一个所缘 再来呢 它那个身体 它就会失去那种直爱感 这个都还没有入定 这个就是在未到地定之前的前面的 会发生的事情而已 因为之后还有四大的调整 种种的 它有一个好几个步骤 而且是 只要是人 同样的 都会有同样的那个叫禅相 禅的相 这样子 才开始的时候 就推马就不得了 推马就感到很痛嘛 对 那个也不是 你给你听过说 对 那那以后吧 这个特样以后 那以后就没有知觉 对 你这样 特样不得了 对 但是你就好像走进一个 走进去了 进去了 进去的时候就能看到光 对 就是说 但我不知道哪是不是才 对 应该这样说 你的那个 这个我们实体下可以 因为禅修的境界的话 每一个人 他有他的那个 他的疑惑啦 OK 可是一定会发生的是 身体 会想看到光明 对 眼睛闭上 虽然外面是黑暗的 是一片光明 清清楚楚的 不管是呼吸 不管是你的那个身体 那再来第二个 第二个东西是 身体会不见 可是 他不见之后 他会再回来 他如果不见了 一直保持不见的话 是什么 又睡着了 真的 因为他是 所以你们 你知道我们在禅宗 禅宗里面就讲 一开始看山是山 就是执着他 再来呢 看山不是山 可是到最后什么呢 看山 还是山 可是心 可是心 已经没有那个 喜受 苦受 不苦不乐受 热受苦受 不苦不乐受 心啦 OK 好 但我们再来 我们现在一起来 回笑 好 那我们用唱的好不好 因为这是中文嘛 你们都会了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喜好 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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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知归著明明亮 阿佛願照照照照照 大宗 武士 长 世 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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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佛三文讯 一文讯 三文讯 三文讯 下午三文讯 三文讯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那请问一下